中世纪人打架是家常变换的事情。有些保持着中世纪风格的社团,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德国大学,大学生的首要义务就是决斗。 虽然如果你不是大学生,你做了手工业者、做了工人或者资本家的话,你要在街上打架的话,警察是要立刻抓你的,但是你进了大学,你就享有中世纪的字外化权,你有权决斗,而警察的权力停留在大学的门口。 他不能越过大学自治当局来进大学来抓人,而大学自治当局自己就是有决斗学生组成的。 所以斯维格作为一个自由派的犹太人,请注意,当时十九世纪末期的自由派跟现在的白左有非常密切的生态上的相似性,而且他们也包括有大量的,传统上就是不打仗的犹太人。 斯维格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最容易变成自由派思想家了,因为不打仗的人最喜欢,也不会打仗的人最喜欢把那些打仗的人的后裔由依靠打仗的获得的特权通通抹掉,所以屁股和脑袋是密切相关的。 他进了大学后就十分不高兴地说,妈的德国大学的风气太坏,学习成绩好坏无关紧要,你学得再好都不如那些在决斗中受了伤,脸上带着伤疤的人追女孩子追得便宜,女孩子觉得谁脸上有伤疤谁就最酷,你学习成绩再好人家当你个书呆子,这个风气爱呀爱呀爱呀。 当然,你可以看得出,她就是一个传统上没有军事习惯的犹太人。当然,女孩子看待大学生,至少当时的大学生,就是中世纪时期平民阶级看待贵族的那种看法。使用武力而不受惩罚是贵族的特权,大学生是一个准贵族。你在街上不能随便打架,在大学里面这不叫打架,这叫决斗,上等人就是要决斗的。 大学生可以决斗,普鲁士军官也可以决斗。法兰克福的商人虽然可以买下二百个普鲁士军官,但是你始终不能决斗。你在国王陛下的面前,甚至在议会里面,你都有一种低三下四的感觉。 例如,著名的医学家威尔孝,他自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也当上了国会议员。按照我们亲爱的比斯迈钦旺也不过是个国会议员,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逻辑来说,大家是完全平整的。 但是实际上,威尔孝好像总是矮人一头一样,所以他也十分不高兴。最后他们吵架了,比斯迈钦旺说,你侮辱了我,我一个贵族怎么能受人侮辱。 我们决斗,威尔孝说,可以的,我用剪货刀给你的宝剑决斗。当然这就是纯粹恶搞了,于是他们就未能进行比斯迈想要的决斗。 但是这次滑稽的决斗本身就表明了资产阶级和旧贵族之间的风格上的差别了。